而这起火车撞人的意外 导致了台东往返花莲的车次 一度停止了两个半小时左右 在28号的下午一点左右 排除了状况之后 花东地区的铁路也恢复了正常的营运 由于228假期也在这一天结束 因此整个输运的状况 或许遭受到些微的影响 不过铁路局说整个状况还是顺畅的 观察站发生一起火车撞人意外事件 导致台东往返花莲车次一度停摆了两个半小时 经过警销和台铁人员处理之后 在一点钟的时间立即恢复运能 在2月28号这一天 人潮也没有像前三天那么多 同时也夹开普遗马车次 整个运能情况可以说是相当的顺利 我们今天228连续假期的最后一天 苏运都还算顺利 那因为在关山海端间 发生了一个行人跨越轨道的事故 列车有受一点影响 但整体上影响还是一样 都很顺畅 影响并没有很大 我们从早上今天早上到下午都有加班车 早上10点10分的那个普遗马 那1点35分的也有实名制的 这次苏运假期 可能是跟我们的春节假期 那个距离还算蛮近的 那所以旅客上虽然人数很多 但不像春节这样 人潮那么涌起 1点钟之后 不管是普遗马还是太魯格号 列车一一进入台东火车站 要开往花莲台北 在2月28号这一天 人潮是没有那么庸舍 不过大家还是平平安安 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 要迎接明天的到来 记得终于台东市报道